欢迎设计法习想 我是山佑琪 明天国会改革修法复议案 就要进行表决了 今天行政民长卓荣泰 是再度来到了立法院备巡 但本来呢 大家以为今天的亮点呢 会是徐晓星跟翁大立委 翁晓琳的这个质询啊 但是没有想到 叶元支突然发飙了 把这两个人的风采 全部抢走了 只是软柿子并硬了 这对叶元支来说 到底是福还是货呢 而且呢 这个在场外呢 轻鸟的热情呢 在不断的这个升温当中 可是呢 这一次哦 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竟然跳出来呼吁 说呢 爸妈应该要站出来 支持国会改革啊 现在是没招了吗 因为轻鸟行动 昨天出了新招 这个条列出 41名栏尾的二人排行榜 而且看起来效果不错 所以今天再点名 五位的这个不分区栏尾 难不成是为明天复议 如果没有过的话 轻鸟行动的下一步 预作准备吗 好 先为您介绍 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 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圳记者周年华 右期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吴静怡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叶野元支 右期好 大家好 财政主带邱宾 右期好 大家好 金明年副秘书长许冠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先来看到的是中非又在海上起冲突了 而且中国这一次是直接登上了菲律宾的船只 还抢走了菲律宾的武器 甚至还扯到台湾 说要连台湾问题一次把它给解决掉 所以外界现在在分析 中方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在测试美军出兵台海的意象 但吊诡就吊诡在那 因为中共的这个三中全会也即将召开 习近平突然跳出来对中国人提出警告 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党情跟军情起了复杂的变化 到底是起了什么复杂的变化 要习大大亲自出来警告 这个气氛真的很诡异 米宽 现在说习近平真真假假假 假假真真 习近平现在口中说 美国想要怂恿我打台湾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散钩 但下一步棋大家看不懂了 先来说 刚又棋就跟各位说了 三中全会七月要召开 结果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习近平说把所有的人找来延安开会 延安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的所谓的万里长征从延安开始的 所以突然间把中国的军委通通都叫来 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拍桌说 这个会议我一定要开 所有的军头通通都来了 又起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习近平这时候警告 他说什么呢 他说目前共产党的党情 目前中国的一个军情发生了复杂的一个变化 后面结论是什么呢 后面结论是说 请各位要记得 这些都是军头 所有的军头 入海空溯的军头 枪杆制要在忠诚可靠人的一个手中 绝对不能够有腐败分子 这一句话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各位还记得吗 李尚服已经消失很久了对不对 火箭军的司令李毅超也消失很久了对不对 习近平的这句话就是一脚把这些人全部踹开 李尚服火箭军的李毅超 你们这些一般人等确定是腐败分子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出现都还没有出现 但现在我们现在跟各位说 习近平说他绝不散钩 但各位真的吗 我们来看 昨天那个画面触目惊心 为什么呢 南海现在正在开火的一个边缘 南海那个地方何其大 那么大的一片海域是两个小船可以来的吗 所以又其很简单 这个小船是大船放下来的 那大船放下来之后 各位都记得吗 之前中国要强化所谓的海上自权 他们就说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要登船去把你抓起来 现在真的过去了 那双方就在开火的一个边缘 第一个 菲律宾的军方的船被拖走 直接被拖走 拖走完之后 因为所有的军人是持枪的吧 八支枪被收缴之后 双方开始拳打脚踢 菲律宾说 我们目前有七个人受伤 还有一个人手指头断了 太夸张了吧 菲律宾的军船被拖走 军船不是名船 而且在那个陷阱 你看那个雷射一直打 一直打 夸张 而且那个时候还 据传还回去说 这个地方快撑不住了 菲律宾打整个无线电回去 要调兵 要运飞弹过来做整个对抗 好 这个时候双方冲突 已经在这个地方 已经杠上了 对不对 杠上了之后 中国就说 要就一次解决 口气很大 他就说什么呢 南海开打的话 台湾的问题 也一次就做解决 口气很大 先说口气很大 但现在先跟各位说 整个南海 现在双方是你一拳 我一拳打来打去 对不对 台湾也不好受 最近中共对于台湾 他就是切箱场 什么叫切箱场呢 文攻武嚇之外 包括了飞机 包括了军船 包括了海巡 每天来 每天让你觉得很烦又很烦 那个感觉就像什么样呢 那个感觉就像晚上在睡觉 蚊子在旁边嗡嗡叫 真是烦 他切箱场 我们来看四艘中国的海警船 现在就现身在金门周边四个热区 金门就是这个像金元宝 又有点像饺子的这个地方 热区的部分过去有什么呢 有限制水域 有禁止水域 现在中国一句 那些通通都不算 这些水域 通通都是我们中国的 他就每天来 每天来 现在连整个海巡署的副署长谢庆青 他都亲自上火线 要谈说明因应的方法 来能怎么办 来就只能顶啊 先跟各位说 来就是只能顶嘛 一路一路顶 把它顶回去嘛 但各位都晓得 过去其实攻击的一个主战线 但是在西部海岸附近 对不对 最近中国说 我船那么大 我的动物物 我的动物六 我的动物四那么多 怕什么 绕到整个所谓的东边去 最近大家看到了 这个富岡渔港吓一跳啊 为什么呢 大家去到富岡渔港 特别是夏天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吃鳍鱼的生鱼片嘛 怎么会突然间 M1顶九的一个突击艇 特别是由陆战队友的哦 而且呢 目前呢 他们就说很低调 很低调很低调 可是上面一看 又起 看上面的武器不低调啊 无线电也挂上去了 武林机枪也挂上去了 军方是很低调 可是魔鬼蛙人 怎么会现中 在整个台东的富岡 先说这个叫渔港 是抓鱼的地方 是你吃其余的地方 怎么会有呢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点 我们来看哦 美国就在最近 批准了一批新的一个 所谓的无人机的一个 我们台湾的一个要求 总共买了115亿哦 这个呢 可以说对台湾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弹簧刀300型 或者是Otus600型 这个叫急针急打 什么叫急针急打呢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点 我们来看哦 美国就在最近 批准了一批新的一个 所谓的无人机的一个 我们台湾的一个要求 总共买了115亿哦 这个呢 可以说对台湾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弹簧刀300型 或者是Otus600型 这个叫急针急打 什么叫急针急打呢 我先跟各位说哦 现在呢 军人就背着包包 后面一台平板电脑 他出来之后呢 现在呢 就把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呢 砰一下就踢出去了 踢出去完之后呢 他就把整个平板电脑拿出来 看了平板电脑 他就在上面飞啊飞 他现在在上面飞的时候呢 他就在侦察 好 你有威胁性 你有威胁性 他侦察的角色 确定你有威胁性 他变飞弹 咻的一下下去 所以叫急针急打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 那万一没有威胁性呢 没有威胁性 自己牺牲 砰毁掉 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叫急针急打 但重点是在于什么呢 这个在过去 美国很少出售 为什么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会卖了一千多枚给我们 那我们目前 我们要分发给陆军跟陆战队 这个对于打击共军的船团 未来是一大利器 那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丢上去之后 不管是五海里 不管是十公里 急针急打 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我们再来看 昨天有航空迷 这飞机怎么看怎么不对啊 为什么呢 尤其我跟你说 所有的飞机在空中 一定要有个呼号 这个呼号就是我的 哪一家公司的 是所谓的军方的还是民营的 可是这台呢很神秘 那很神秘完之后呢 特别是他飞 飞到了整个所谓的外岛之后呢 飞L型的 而且都在我们的整个方向之中 大家就在说 这个会不会是所谓的锐渊二行 所以现在呢 现在各位说 南海现在这个地方 中国跟菲律宾是打来打去 但现在中国已经呛了哦 台湾问题要一次解决 我们台湾也得准备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做整个结尾 第一个刚开头就跟各位说了 习近平嘴巴说 哎呦 美国那个怂恿攻台 先跟各位说 还特别跑去跟冯哲来恩说 放心 我绝不上钩 还跑去欧洲讲 太远了吧 可是很奇怪 一方面又坚持哦 明明就不需要在这个时间点 在延安开所谓的军委政治会议 他坚持要开会 把所有的军头找来之后就说 不能有腐败分子 整个枪杆 只要在忠诚可靠的身上 可是西太平洋呢 包括台湾 包括菲律宾 包括日本 不堪其扰啊 所以重点在哪边呢 刚跟各位说 这个就是切香肠 言论直切 他在测试美国的防卫底盘 所以习近平说 我绝不上钩 可是各位 放火的人是谁呢 你看看目前南海的状况 放火的就是中国解放军啊 为什么对外所公开 在脸书上给大众看的 是一个版本 但是给立法委员看的 是另外一个版本呢 所以你给民众看的版本 跟你送给我们的公文书的版本 哪里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院长都不清楚 那你们提什么复议案呢 委员这种 下这种定义太直接了 太直接 我当然很直接啊 我代表人民 我还能不直接吗 我要夺委婉 直接要经过思考跟判断 你说要经过思考对不对 国会改革无法通过以后 机敏的国家资料 企业的重要专利配方 会出现在习近平的桌上吗 这些院长我告诉你 都是在我们立法院所说的造谣 我们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虑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好我们刚才看到是因为 明天国会改革复议案呢 就要进行表决了 所以今天的行政院长卓榮泰呢 还是依旧来到了立法院接受质询了 那今天的这个亮点呢 本来认为是许晓星跟这个翁晓琳 没有想到议员之间也在立法院发飙 成为网路最热搜的这个话题 但是呢因为这两天 国民党立委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立法院呢 很多发言都让大家惊呆了 今天还有什么让学伟印象深刻的 其实今天包括刚才看到许晓星 在执行那个卓榮泰的过程之中的 我发现说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 果然跟之前不一样 秘欢刚才讲的说 让卓榮泰好像有点招架不住 为什么因为许晓星今天讲说 为什么行政院 你院长在脸书上提出了 副议案的七大理由 之前做了很多图卡 现在送到立法院出来的理由 变六项 少了一项是少了哪一项 好那卓榮泰是讲说 内容一模一样 徐晓星马上说你讲话要诚实 我们如果逐字逐句来看的话 你少了哪一项 那卓榮泰就解释说 没有啦 脸书写的是代表我的心情 那是我个人脸书 对不对 那徐晓星还讲说 你个人的脸书只代表心情 那行政院可以这样 对不对 你给民众的一套 给立委的又是一套的话 你能欺骗民众的嫌疑 卓榮泰好像真的有点招架不住 他觉得说你这样讲话 太过于武断我怎么样 徐晓星马上讲 我代表人民我还能不直接吗 我要不委婉 去世帖子对不对 我说真的 这国民党的立委 我们先讲徐晓英好了 我昨天下巴快掉下来了 你认为这什么政治对岸 有没有调查权 左翁太当然说对岸不是 我学习的对象 当然啦 他说中国人民大会 全国人民大会 都有调查权 你台湾立马上 为什么不能有调查权 我是觉得徐晓英大立委 我先问你一句话 对岸有没有法治 对啊 对不对 对岸没有法治 你讲调查权干什么 吓死人了 你真的怕死人 对不对 你看那又齐刚才说到这都开始传 你今天是一个独裁政权 你今天还给他调查权 吓死人 你已经变成独裁者执政者 在中间迫害异己的工具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对岸没有法治观念的话 你要他调查权干什么 你今天要喊过海西人 对不对 那我支持 我支持我们立法院要有调查权 我支持 我个人是支持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那你今天有调查权 听清楚 我最后这句话很重要 不要给我扭曲哦 哈哈哈 立法院有调查权之后 应该要受到法律的规范 嗯 不是漫无目的的扩权 这个是老百姓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我说了 徐大立委 拜托不要招惊 要把问题的根本根源看清楚 对岸有没有法治 没有法治的话 说这个假说的 好那接下来 徐宇臻立委 我们这电视墙好像没有 对 徐宇臻大立委 他讲说 也厉害了 赖清德讲到说 两岸互不隶属 是两岸还是两国 对不对 我说真的 两岸还是两国 这个问题的话 互不隶属 这不叫全然不是两国论的问题 真的 我们今天说我们坚持说 中华民国有主权 对不对 对 重点在哪里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统治过中华民国一天 所以我们有没有主权 当然有 当然有嘛 对不对 好 那对岸 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是不是事实 是啊 当然是事实嘛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承认他 对不对 你今天国民党立委 带整厅去对岸 你觉得对岸是不是个国家 不然你再去跟他谈什么 真的 对不对 你自己立场都没站稳 你徐宇臻公情起来 不要把意识形态带到里面来执行 对令不会加分 对不对 不然你就发得大声 中华民国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组织 我不承认你 你永远都要却聚大陆国土 那对岸 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是不是事实 是啊 当然是事实嘛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承认他 对不对 你今天国民党立委 带整厅去对岸 你觉得对岸是不是个国家 不然你再去跟他谈什么 真的 对不对 你自己立场都没站稳 你徐宇臻公情起来 不要把意识形态带到里面来执行 对令不会加分 对不对 不然你就发得大声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组织 我不承认你 你永远都要却聚大陆国土 对对 你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 你两岸问题不搁置 你硬要扯这些问题的话 我说真的 老百姓不会得到共鸣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国民党的总招傅昆琪 他今天讲了一句话 我真的乞丝 他说 今天只要在立法院里面来作证的民众 都是涉及跟政府相关有勾结哦 对不对 你这样是立法委员 你都已经在头违法 你今天不是说证人吗 对啊 那你这样有勾结 有勾结的话 这叫做准备告哦 对不对 那当这些证人 这边传案的民众 进到立法院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没有无罪推定的原则了 都被人认为有勾结啊 你已经准备告嘛 你有勾结嘛 既然是准备告 我为什么不能够带律师进去 所以你这是自打脸嘛 对啊 对不对 你咨询的时候拜托 你把自己的立场 说明要先说清楚 对我们搞清楚 对啊 这是立法院里面今天里面的一些状况 好 那立法院外面呢 对不对 我昨天讲过说 现在护心保卫在开打了嘛 对啊 许巧勁要互助哦 现在国民党大家都要收 哎呦 不然你说真的 为什么要收 今天啦 今天啦 我昨天也强调一遍 为什么国民党到最后要动员这些人 要去立法院外面送暖 你知道吗 你今天 如果没有让人家觉得说 我在外面的民众支持你的话 是互相有抵消这些势力的话 你在立法院干的任何事情 都被认为是不合理不合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说 哎呦 我支持民众也有啊 所以国民党开始开奖了 对不对 许巧勁 带着罗志强跟谢龙介 昨天在永春市场开奖 你知道吗 他就讲说 我没有动员哦 现场挤的水泄不通 对不对 几乎手忙脚 气氛很热烈 他讲说跟对接 那个许竹华在那边开奖 截然不同 不管怎么样 现在罗志强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大家注意哦 对不对 现在绿营开始全台湾到处去宣讲 对不对 他说可以最多 可以动员四成的选民 你要罢免只要两成五 对不对 那我四成的选民 哎 跳过这个门槛的话 他只要罢免谁的话 都很有可能被罢免掉 罗志强怕了 有怕就好了 有怕呢 所以我再跟你讲说 国民党真的是后知后觉 对不对 很多事情真的 好啦 那所以我才讲说 既然罗志强发出了这种 这种呼吁嘛 警讯嘛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开始 就已经开始要动起来嘛 你不动起来的话 说真的这个能量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说真的明年 真的很多立委被罢免 罢免不要说什么 罢免一个两个 就可以了啦 因为这个对他们的气势来讲 就像当初罢免陈柏惟之后 为什么民进党要开始反扑 要罢免横恒 那就是同样的倒立嘛 对不对 那延续2026要搞 如果明年有立委被 国民党立委被罢免掉 2026的地方选举的话 对国民党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金明连这个活动 青鸟这些 他都连三次要重返立院 对不对 他昨天点名41位立委 告诉你说 这些41位蓝委 真的荒腔走板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伤害性很大 因为你今天要攻击对象的话 一定要有目标 目标明确 对目标要很明确的话 我才知道要打谁嘛 不然我散弹打鸟要打谁不知道嘛 接下来你看 他今天又点名 有五个 你这些参选县市长的 那个栏尾有没有 将来可能参选 对你不要说你部分区立委 你闭起来就没事情了 他直接点名 他告诉你说你看 你现在在当部分区立委 你又要去选县市长 就是推动民督 倒退的法案 你还敢推动这法案 民意会反扑的 民意反扑的话 到时候你就算不掉 王宏卫也提出来 这些警讯之后 那你觉得他就还开始反制了 他说我也不是吃素的 你要罢免我 我就抓吴斯瑶来垫背 因为吴斯瑶之前也是被点名的 对不对 好那没关系 现在唱名方式 我本来今天是不想讲 叶元芝 可是他今天来了 我还是要提一下 今天你看 叶元芝在立法院里面 跟王定宇 杠杖了 就是告诉你说 告诉他的支持者讲 我虽然人家叫我软市值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虽然是软市值 我也会硬起来的一天 真的 国民党如果到这个今天这种地步的话 明天复议案之后 再复议案之前 我是觉得国民党 它就不弄軟了 现在不管在场内场外的话 国民党看起来是已经跟民进党 已经什么杠上了 就看明天的复议案的表决活动的话 现场会不会再起另外一波冲突 不过我们今天感谢这个冠泽 特别赶来现场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场非常的辛苦 而且这两天还这个时不时下大雨了 当然这个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两天在场外轻鸟行动 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个刚学伟也特别提到 看起来国民党是不会放软了 明天蓝英尧要上街头了 那你们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还是你们觉得不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的支持者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的一点 就学伟讲的目标明确 列了这个二人排行榜 这个41名来委 这个把他排队一下 另外的今天再加码点名了 五位这个不分区的这个栏尾 那可是王宏会呛响 你们先设计会话吧 然后还讲 你们是红卫兵重现 才会用这种唱名方式点名 还叫轻鸟行动 改名为绿卫兵行动 那这个您的回应 我想民主社会 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明天有不同立场的人 在现场集结 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支持群众 还有工作人员当然都会要求 绝对不会主动的挑衅之事 那也呼吁对方不要有过激暴力的行为 那这两天在现场 其实我们是分成两大主题 第一个是我们设定了 民主台湾夏季学校 来让现场的群众上民主课 谈权力分立啊 台湾民主运动史等等的 第二个主题我们是谈 公民论坛六大民主倒退法案 因为我们注意到说 其实现在公民党立委提案的内容 除了我们现在在反对的国会滥权以外 还包括了很多比如说要让不当量产 还给救国团 要让中天复活 要让这个核电的破格演议等等的 我们认为都是民主倒退法案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成六大论坛 来跟公民来做宣讲 所以我们昨天点的这41个立委 是他们都有参与 这六大法案的联署或提案的人 把它喊出来 那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公开 它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资料 提案人联署人在立法院网上找到 我们只是把它整理出来 告诉民众那提醒这些栏尾不要太嚣张 他们这些区域立委 确实可能受到民意的罢免的反扑 那当然我们在现场的公民团体 是没有目前没有这样的号召 但我们也知道各地很多的群众 其实也已经在串联 准备要来做这个行动了 那今天早上我们喊的是五位不分区 我们要警告的是 这五位不分区的国民党立委 他们没办法被罢免掉 但也不要太嚣张 因为他们都是众所皆知 在下一次的地方选举 可能有意愿来挑战地方县市首长大位 到时候又是一次投票 他们当然必须接受民意的检视 那这五位也都有参与 我们刚刚说说的 这个国会滥权法案 还有这些让台湾民主倒退的法案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戒胜恐惧 在最后悬崖勒马 可是你们有做好 明天万一复议案没有通过的话 你们有下一步的准备吗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在倡议宣导 还有做的这个教材的内容都已经是在做准备了 我们的教材内容指的就是把国会滥权法案的程序面的实质面的 还有包括我们谈到背后的中国因素 整理成影片图卡 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那扩大影响力 希望可以来给这些立委们压力 那除了我说国会滥权法案以外 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可能只是在试水温 拿这个来试国会他们能做到多少程度的水温 后面还有一系列他们想推的狗屁刀照的法案 我们是要把这个民众的关心度拉起来 提升民众知识的认识 有更多的工具素材 可以来给这些国民党立委压力 所以我们已经在做下一步的行动 那你们昨天这个列这个二人排行榜之后 是不是效果不错 今天加码点名五位这个不分区啊 蓝委 我们昨天在现场就是把某一个提案的内容 比如说不当党产条例 由国民党立委提案 那提案人还有谁 那把他唱名出来 然后带着群众一起喊警告某某某 某某就是国民党立委的名字 那我们如意把它念出来 县长是想策立法院周遭的云霄 大概不晓得有没有立委真的在里面听到 那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听到可以有压力 等一下我们再来问月圆 是不是真的压力很大 那当然这个这两天 因为我们看到现场那个状况 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 又下大雨等等的 那这一次这个活动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这一次我们找志工来报名 很短时间内就收到破签的志工来报名 很多其实是外线市的 那这几天大家 有的人是真的是通勤往返中部 北部就一大早 八九点就来现场协助 然后昨天弄到晚上九点十点再回去 然后一大早再来 对其实大家是真的很关心现在立法院状况 那我们也真的再一次的强调说就是复议案 它不是一个朝野对决 它就是让一个议案 有一些争议 好那我们可以从长计议来把大家的意见 汇整起来之后 大家一起把国会改革做好 我们在现场都跟群众说 我们不反对国会改革 但是现在的法案我们认为是滥权 希望可以做好真正的国会改革 这种热情真的很让你们感动 真的掉下眼泪了 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 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 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他怕被罢免怕得要死 赵阳王 一个台南的民进党立委说要罢免板朝立委 民进党就搞政治斗争 是民进党搞的 我说警察权是说保护警察进来 王毕你就是照给我们对话一下 不然你再说个话 我问你 我问你 我只跟人对话 我叫你拿菜刀切西瓜 你说我拿菜刀杀人 都有拿菜刀同样的事情吗 所以不要造谣 我跟人造谣就认错了 叶元智 你今天火力全开 网友说你是为了用力转移 罢免的这个焦点 结果反而可能冲高仇恩值 那这个当然今天也要给你回应一下 什么这个人家说你软势质突然变硬了 不会怕这个后座力很强吗 那另外就是说 讲到这个软势质变硬了 听说国民党明天 包括你们北部的什么苗栗以北的立委 都责任了要一百人以上 要带来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现场吗 冯昆旗有下令 王定宇说我今天是因为怕被罢免急了 还找他吵架 我现在反正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说跟罢免有关 我呼吸也跟罢免有关 你怎么可以呼吸咧 你不呼吸我们就不用罢免 罢免有关 你这也有关 我这个事情跟罢免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也在节目上 大家都听很多次 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很介意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我有意见 说道理骂我我都没有问题 但我没有说过的话 不能塞到我的嘴里 可是你在中天访问你的时候 不是就有讲警方的警察权 那天我怎么会讲这个 那个是因为韩国瑜受伤了 韩国瑜被包围了 所以那我认为说像行政院长都 也是有警察保护 监察院长也是有警察保护 那立法院长也是很尊荣 为什么可以随便让他受伤 所以我讲的是说 可以警察权保护他进异常 我讲了这个嘛 但是王定宇就把他扯到说什么 我po脸书什么 要警察去驱离民众驱离立委 我在现场跟他吵架 我举个例子 我说我叫你去拿菜刀切西瓜 你硬要我说我拿菜刀杀人 都有拿菜刀没错啊 可是是同一件事吗 就不同事情啊 那他为什么要刻意这样子扭曲 因为我如果说警察保护韩国瑜 大家都没意见啊 可是如果说是叫警察去驱离民众 哇这不得了啦 所以民众被煽动了嘛 那时候就有很多民众来我脸书留言 骂我啊说要罢免我啊 因为什么我叫警察去 有的民众还说我叫警察去镇压民众 还传成这样啊 就没有啊 所以还是跟罢免有关啊 没什么关系 我不喜欢那种被诬陷的感觉 我跟你讲 我还有去他脸书留言啊 因为他在脸书po的时候 他剪接一个影片 断章取玉号 去留言他不理我 所以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 就是如果有机会遇到他 我要跟他当面讲清楚 然后结果今天碰到他啦 那我要跟他当面讲清楚 结果你看他什么反应 他说我只跟人讲话 你干嘛人身攻击 今天就是大家把话讲清楚嘛 到底我说了什么 你说了什么 有没有造谣 还是说我我不敢承认 大家把话讲清楚 然后如果我只跟人讲话 然后又说 又说好像因为我不是人啊 他才是人啊 我就弄到后来就人身攻击 后来他就走了啊 那所以我只是 真的就是被诬陷那种感觉很不好 就是纯粹就这样 那再者就是 就算我说好假设啦 那个没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很生气嘛 我就很介意啊 所以大家听我讲很多次啊 我就没有说叫警察去驱离民众 而且警察权的定义是什么 警察权是说立法院长 有权利在国会里面指挥警察 这个是法律上都写的嘛 这是警察权 他说我驱离民众 民众在外面要怎么驱离啦 警察权在院内使用耶 民众在外面耶 所以这就乱讲了嘛 所以这第一个这跟罢免无关 我把话声音讲清楚就好了 我就是没有像他讲这样 然后台南的立委 也不要说要罢免板桥立委 这莫名其妙 而且不同党的互霸 互霸就政党斗争了 政党要竞争用选举 不是说用罢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明天 明天傅昆奇是这样的 大家都说傅昆奇是不是有下令 叫每一个委员什么动员100个 150个三台游览车 这个新闻有报 那我是不知道说 这个消息怎么传出来 但像我知道就有党朋友鼓励说 大家尽量去找支持者来 但是也没有刻意讲说 到底你一个人数多少 你没有 你这个人数没到 我为什么处分你 我基本上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总召傅昆奇跟我们的关系 不是上对下关系 不是那种 对不是上对下关系 不是翁晓琳 不是上对下关系 对不是 他是一种 他算是我们班长 或者是像我们总召 他像大哥 他会跟我们讲一些事情 但他也都是用鼓励的 或者他是用提息的 用指导的 如果说有很多支持者要来的话 你们可以鼓励他们来 我们那个地方在哪里 青岛东路哪一段 叫大家获来 然后我们有图卡 我又把这图卡转给大家 就如此而已 那所以有鼓励 但是没有说什么游览车动员 这个然后人数多少 没有的话要被处分 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们 那个党团运作方式 当然有人最近就是我有看到了 有人就弄了一个什么 退伍军人协会的 的一个的一个什么 召集令 就说大家呢 明天早上来来这边抗议完之后 声援完之后 中午呢去慈湖 参观一下晚上吃便当 所以你这个你看 你就是为了动员来 才来慈不完 你是为了慈悟才来的 把我们那个震荡性削弱 可是我要讲 这其实很正常啊 我举个例子 像以前我帮韩国瑜 助选的时候 我跑到台中去 我在高铁站就遇到一个大妈 他就跟我讲说 他从台北下来啊 我说那你等一下要回台北吗 他说没有啊 我等一下去找我朋友啊 难得到台中啊 跟朋友吃个饭 所以这群退伍军人只是说 他有来声援 然后大家难得聚在一起 一起去慈湖 有没有跟那个蒋公叶林 这个鞠躬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正常 这不代表说 他们去了那个事情呢 就他们来这边声援 就是被迫的 就是被动员的 这是两码之士 所以明天 明天应该会有很多人是 他本来就觉得 现在都只有青鸟的声音 然后好想就是发出 他们的这个声音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社会其实 是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 当然就像那个青鸟一样 他是反对这个法案的 可是也有一些人是知识的 是蓝鸟蓝雀蓝鹰 反正就是 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因为都可以 蓝雀蓝鸟 你上次讲蓝鸟 我觉得我都没意见 反正就是明天会有一群人 他是声援我们的 而且就民调看来 其实两种声音是差不多的 民调差不多的 所以明天呢 大家看 但是我觉得是不会冲突 大家也放心不会冲突 像我们今天晚上是有讲 就是说五点到十一点 是有一批人会在议场外面 然后十一点到明天六点 也会有一批人 就是睡议场还是有 那比较担心是说明天会不会 民进党又占据主席台 又让那个复议案又没办法进行 然后当然我觉得最好是多虑啦 最好是多虑 因为我认为三党都已经签字协商了 其实这样的几率蛮低的 而且明天就两张票 投就结束了 然后投完之后 大家就会各自出去 跟自己的群众讲话嘛 我猜想明天是这样 所以明天就是两种不同声音 两个场子 但是会不会有冲突 我觉得我是觉得不会 而且我也希望不会 然后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重点 还是要以礼服人 就是要说服 像我今天早上 我有去咨询那个卓龙泰 那我挑的点 我是觉得说 因为卓龙泰他的复议案 里面有一个第二项 他说我们的法案 混淆了双手掌制 然后怎么可以去咨询总统 像这一点我就有跟他讨论 我就说 现在我们台湾 其实不太像是双手掌制 我们台湾应该叫总统制 因为霸国的双手掌制的总理 是经过国会同意的 就是国会的多数党 如果跟总统是不同党的话呢 那国会多数党的领袖 自然而然就是总理 所以换句话说 假设是采用法国双手掌制 台湾现在的行政院长 不是总统台 应该是国民党 或民众党的党主席 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比较偏总统制 就是行政院长 是总统直接任命嘛 然后不需要国会同意 他有点像是 总统的执行长的角色 而且你看 昨天赖清德 又成立了三个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包括像是 包括国防安全的 还有气候变迁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全民健康 三个里面只有 勉强只有一个 国防安全是跟总统职权有关 另外两个 一个气候变迁和全民健康 这个行政院下面有部会 就可以处理了 可是为什么总统 另外又要搞一个委员会 感觉就是太上机关 在指导行政院嘛 所以我们国家的首长 最高行政首长 还是行政院长吗 其实事情不是 可是网友在意的是说 你说总统急问急答 不叫直询 那叫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法案 其实也不叫做急问急答 我们大概就看那个文字 那个叫做及时依序回答 那个结果要 及时依序回答怎么进行呢 是要朝野协商 所以到时候大家会协商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三个党 每个党派几个人 然后每个人问完问题之后 怎么按照顺序怎么回答 三个里面只有勉强只有一个国防安全 是跟总统职权有关 另外两个一个气候变迁和全民健康 这个行政院下面有部会就可以处理了 可是为什么总统另外又要搞一个委员会 感觉就是太上机关在指导行政院嘛 所以我们国家的首长 最高行政首长还是行政院长吗 其实已经不是 可是网友在意的是说 你说总统急问急答不叫直询 那叫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法案 其实也不叫做急问急答 我们大概就看那个文字 那个叫做及时依序回答 那个结果要及时依序回答 怎么进行呢 是要朝野协商 所以到时候大家会协商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三个党 每个党派几个人 然后然后每个人问完问题之后 怎么按照顺序怎么回答 不过Grace今天的这个国会 这个大戏本来大家想说 许巧新翁晓琳要上台直询了 大家注意看万万没想到 这两个人的声量 今天竟然都被叶元支给打败了 那叶元支呢 很多网友都酸了 软市值变硬了 那当然站在一个评论员的角度 你怎么看叶元支今天的表现 对叶元支的未来 到底是福还是货 好 今天我们就来帮这个叶元支把卖一下来 你不是要算塔罗牌吗 把卖比较快 塔罗牌放车上没带来 这个好像这样 有点气急败坏 太硬了 太硬了 他在宣洩 你是以为 我身体正硬 感觉他有点 没台性了 他有点火机攻心 但是这个肾的状态也不错 还没虚啦 这可以弄得出来吗 只是说今天来做这个声量整个调查 我发现 叶元支是打败黄国昌的男人 可是王定宇说他是感染了国昌病毒才会咆哮 对 因为你看叶元支今天讲话的样子 真的长得有点像黄国昌 连冲粉都觉得像啦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我认为他的这个状态比较特别 跟这个黄国昌不太一样 因为他还是会对着镜头叫 黄国昌常常都是对着人叫 他会记得对着镜头叫 叶元支比较注重个人卫生 对对对 他不会对着王定宇喷这样 所以我觉得叶元支跟黄国昌不一样的地方 比较干净这个部分 你不要反而莫讲骂人 重点来了 现在到底想要哪去了 你到底是要称赞我还是要卖黄国昌 你可不可以 称赞你太口了 我拿他敢吃一口 他其实也没有要称赞你的意思 你想太多了 重点来了 叶元支今天的声量也超过了许晓星 也超过了黄国昌 又超过了我们欧上人 可惜可喝叶元支 我还是敬告叶元支啦 就是出发一下自己的情绪OK 但是这一招不要使用太多次 不然真的很危险啦 为什么因为用刚刚的数据来看起来 虽然王定宇跟他的关系 在这个关键制宇里面 是现在目前是第一 他第二名确实还是罢免 所以其实 罢免已经很久了 这终于出现 终于压过罢免 对他终于人生里面出现了 王定宇这个字在里面 但是可不可以 我认为是这样子啊 晓星今天 我认为他很特别 他特别也跑去像是跟这个 许淑华两边在那边嗆声嘛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诶奇怪耶 那位这个王红威啊 直接挑明要站那个叫做这个 吴 吴思瑶 吴思瑶 吴思瑶对 要跳战吴思瑶 然后就让人家感觉什么 我觉得哇塞 现在国民党要玩这个 one by one的PK赛 就是什么叶元之对上王定宇 然后这个王红威 王红威对上吴思瑶 我觉得这两组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都有点跨区了 那晓星对上这个许淑华 我觉得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你要知道 许晓星跟许淑华他们的票的差距 并没有非常大 那另外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看2020 所谓这个叫做这个蔡宜芳 蔡宜芳代表民众的 松信 他的选票是有1万 好像1万5以上 1万7千多票 哇哎 我跟你讲 依现在的事态 如果民众党哦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小草忽然间 本来蓝白想好的合作抽走了呢 那柯文哲这个人最爱逃避 逃避可耻但很有效嘛 他虽然抽走了那我问你 徐晓星这个一阵一副之下 你会不会就真的被罢掉 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虽然很多人啊 包含就是泛兰的名嘴 都直接定掉 徐晓星绝对不会被罢 徐晓星这一招是对的 只有叶元智会被罢 大家一直在重复讲叶元智会被罢 那徐晓星不会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这个板桥啦 这个所谓叶元智的选区啊 四个里面只要有一个 想要罢掉他 他就会被罢掉 那徐晓星是这样 只要三个里面有一个要罢掉他 也会被罢掉啊 哦这么容易哦 对啊 那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嘛 而且人家就问说 哎 那个松信那边不可能罢 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可能 怎么会不可能 怎么会不可能 因为我跟你讲 松信那边从来没有这种罢免经验 第二个松信一直以来都是蓝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中间选民跟年轻人突然间崛起 我这一次我就要罢 哇我跟你讲 这种的旋风是徐晓星连党都挡不住的 对啊 那为什么可以就是国民党的人都可以让徐晓星觉得说 你稳的你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徐晓星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徐晓星现在还要跟叶元智比身量 或叶元智还想要跟徐晓星比身量的话 我是认为这两个不用抽塔罗牌 未来前途无量 哈哈哈哈 那 那重点来了 重点我是觉得 大家会觉得什么 是不是国民党急了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急的并不是叶元智今天这个事件 我觉得国民党急的你要看哪里 像国民党很难得啦 终于出了 关于这个蓝鹰行动 看起来很威风的这个 这个形象照出来 帅 电影剧照 对我们来念一次 这个叫 Blu 啊 Blu 怎么多了一支 怎么多了一个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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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o 蓝鹰行动 这一念完整个就软掉了吧 哈哈哈哈 随便是Blu 它写成Blu Blu 这到底谁做的啊 没有这个反串的是不是啊 所以写错了 这个影片做错了 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真的要注意啦 因为为什么他们紧张到 连影片都出来 然后紧张到你看朱立伦如果要继续再开好多场 紧张到你看人家都觉得 国民党开始是不是要动员 我跟你讲 刚月圆芝讲对半 嗯 其实真的有下达动员令 那这个动员令是什么呢 它不是说逼你一定要达到这个额度 当然是鼓励嘛 所以其实都需要做到这个 所谓全省都要来的状况 为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我跟你讲 新北跟台北 一个是蒋万安 一个是侯友宜耶 其实他们两个动就够啦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两个 离这个议题是很远的 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自己的内忧啦 你要你知道 这两个人从来都没有 去叫他的支持者来参加这个蓝音行动 我觉得这才是有问题的喔 而且这两位从来也没有跳起来说 我支持这个国会调查权 我支持藐视国会 我支持反咨询 欸 连你说这个盧秀燕你也没听到啊 欸 对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喔 我们叶文芝啊 除了在这个通告上 可以感动 就是感受到我们的温暖之外 其他在国民党 是孤单寂寞人 可怜喔 现在看都没有看到国民党 什么人出来真的大力申援你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罗志强真的他的忧心 是不是罗志强自己都怕了 但是就请到年号 其实我们当然今天这个 在立法院里面 这个卓榮泰 持续对战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那你今天怎么看这个整个在立法院内 咨询的状况 因为昨天真的很多惊人之举 那另外呢 在这个场外 青鸟子这两天 真的来人都非常的这个多 可是喔 你看喔 国民党现在真的像学伟讲的 买柔软啊 王洪威怎么讲 王洪威还骂这些公民团体 先射箭再化吧 而且他讲我不是吃素的喔 要来来啊 罢免我就锁定吴思瑶陪我啊 还有啊 你们这一些场外的公民团体 用唱名的方式点名我们这些篮尾 你们才是红卫兵重现 叫青鸟行动改名成绿卫兵行动 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现在的这个呛哭 真的要站起来了吗 站起来之后 真的对国民党会比较有利吗 嗯 我当然知道王洪威不是吃素的 而且我还知道他老公会对选民比中子 欸素的蓝鸟叫什么 嗯 这节目还没过十二点 哈哈哈哈 冷静 冷静 哈哈哈哈 鸟有素的吗 哈哈哈哈 好来 所以我觉得呃 其实我我平良心讲啊 我相信袁智在这边 他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任何一个民选的公职人员 你说遇到罢免 没有人不怕的 嗯 说不怕都骗人的 那个叫做走夜路 吹口哨壮胆 嗯 罢免是一场多漫长的战争 嗯 你要花钱花时间 而且现在刚选完 钱刚花完 对不对 钱刚花完 你现在再花一笔 我跟你講 平良心讲 你如果不是说家裡有一家 家底很厚的人 你要再去募款都很难募 你去找金主的金主 不是刚才赞助给你 所以没有人不怕啦 现在讲不怕的 都是在自己给自己壮胆 而国民党 现在最大问题 我延续一下 葵律史刚刚讲的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说主战派当道 你说国民党五十二席立法委员里面 每个都主战吗 没有 可能未必哦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立法委员 最近都没声音了 之前被最早被点名的台中F4 最近不曉得在哪里 牛许婷也没声音啊 对齁 回去顾选区啊 对嘛 学委讲到重点了嘛 对民选的区域立委 对区域立委来讲 选区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每天在立法院这样 你觉得真的对他们选举有帮助吗 不是听说有F4回去 跟婆婆妈妈讲说 你们回家不要看电视啊 因为看电视 看到真相一点就怕了 因为跟他们认识的F4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五十二席里面 我没有做精确的统计 我不想要主战派有多少 但是绝对不是主流 但是现在整个党呈现出来 就是主战派 然后朱立伦也被绑住 也被绑架了 对不对 全党跟着傅昆吉走 现在开始党内开始好像有些人 对傅昆吉有不同意见 但是还是被主战派绑架啊 所以许小新昨天為什麼 明知许淑华 在捷運永生站口 他要绕羅志强 謝榮介去那边嗆聲 你去别人嗆聲 人家对你嗆聲也是刚好而已 民主社会本来就嗆来嗆去嘛 对不对 只要不动手 或用口水喷人 基本上都OK的 所以呢 國民党现在的问题 就在于說 他这个的确啦 副議案明天其實沒有悬念啦 大概就是被否決啦 我覺得不會有悬念啦 那因為你看嘛 不過我覺得國民党 國民党這個政黨的優良傳統 就是對敵情的判斷 向來都很糟糕 難怪國共內戰一直輸 一直爬一直爬 一直爬 你怎麼會覺得 你今天晚上去 我剛剛就問議員說 你們去去顧一場其實夠多一村 你覺得民進黨明天不想表決嗎 你覺得他想把這個戰場再延長下去嗎 不會啦 黃哥這我不動一下 你知道今天下午我們也假動嗎 假動幹嘛嗎 假動就是說 怕民進黨忽然在質詢完之後說 明天不投票 所以我們要假動 但實際上質詢完就結束了 柯建民柯總統講過不止一次說 民進黨不會杯葛 大家照程序來 然後這個程序也經過 然後三黨都簽字了 明天不會有狀況啦 明天百分之百不會有狀況啦 所以今天是在睡衣場 是在睡怎樣的啦 我後來看到剛剛洪森翰發文 才知道原來洪森翰學壞了 因為他放了一個睡袋在他座位上 那國民黨人就以為說他要睡衣場 所以趕老人 喔 笑死了 藍綠現在沒有互信基礎 沒有互信 這個敵情研判要精確啦 這件事情不可能去戰衣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這場戰場 因為明知會輸的戰爭 我也不期待說有人突然說有人起意來歸 就乾脆趕快去試線 對 就趕快把這個戰場結束掉 然後該做下一步做下一步 所以明天不會有狀況 大概大家就是按表操課 反正該贊成的贊成 該反對反對 那明天唯一的亮點是看有沒有人跑票 或是有人投錯票對不對 所以明天不會有狀況了 但是國民黨就誤判敵情 好啦 你們反正你們要把自己搞得那麼辛苦 我也是樂觀其成 我也是沒什麼意見 要把這種天氣在外面在睡衣場 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韓國瑜應該會給你們開冷氣 所以放心 不會不會熱醒 但是我覺得我看完這兩天 這個藍白的立委的質詢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跟我心裡有一樣想法 就是說這個國會擴權法案要是真的讓他過了 要是這些立委這種程度這種水準 你覺得給我都覺得現在給他們權力可能都還太大了一點 許曉欣其實許曉欣今天問的問題 黃國昌昨天有問過 所以藍白真的一家親應該講不是講藍白 講藍白的話那個 許曉欣跟黃國昌現在感情不錯 因為柯文哲會生氣 應該是那個蔥藍一家親 藍蔥一家親 藍蔥一家親 也就是說行政院不是有個圖卡嗎 然後有正式的公文 許曉欣跟黃國昌質疑同一件事 為什麼你的圖卡跟公文內容不一樣 圖卡比較簡單 公文比較複雜 簡單來講 我就說這個你都內容都不看 我舉公文寫公文有公文的格式 圖卡是給誰看 圖卡是給每一個人看的 給洛仁嘉義秉丁看的 所以你不能寫成公文 寫成公文誰看啊 內容有沒有一樣 其實內容都一樣 我就舉個例子嘛 今天我買了一隻手機 有幾個人會去看那個厚厚一本說明書 他通常廠商一定會附一個簡易操作指南 我看完會操作就好了 那我會去告那個手機廠商 欸不對啊你簡易操作指南 跟那個說明書內容不一樣 你騙我你賣我假貨 有許小新會 他真的會這樣 他真的會 對 所以以後賣給許小新東西 不要附簡易說明指南 說明書整本給他 叫他慢慢發 也不要教他用 因為電源教他用 他到時候會跟你講 欸你教的跟說明書寫的不一樣 你騙我 秒是國會 怎麼可以叫我比較快的 秒是國會 跳起來關 這種質詢的水準 你覺得如果給他們調查權跟聽政權 你覺得適合嗎 而且這兩天 包含傅崑奇也好 包含這個徐欣寅也好 傅崑奇最好笑 他自己搞不清楚 調查權跟聽政權的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國民黨立委 應該沒有人搞得清楚 因為那個最高機密版 翁曉玲跟黃國昌 他們兩個應該搞不清楚 調查權跟聽政權的差別 這就是這個法律可怕的地方 你仔細去研究 監察院我們知道 監察院有糾正權跟糾舉權 對事跟對人是不一樣 分得很清楚 糾舉是對人 糾正是對機關 嚴重的話 人可以被彈劾彈劾送工程會 法律規定很清楚 請問現在立法員誰可以告訴我 調查權是對人還是對事 聽政權是對人還是對事 還是兩個都可以 隨便你們高興 法律裡面完全沒有規範 只要多數就可以決定 這個事情 我只是隨便舉一個例子 傅崑奇昨天自己搞不清楚 因為他昨天講 他說如果請他來作證 就代表跟政府官員有勾結 有勾結就是共犯 共犯就是被告 被告當然可以請律師 他又說他是證人而已 不是 那我再問你 傅崑奇 請問立法委員 有這麼大權力 決定誰是證人 誰是被告嗎 那不是檢察官的工作嗎 你們要代替檢察官嗎 這些事情都是事先的理由啊 可是這本來大家 期待這兩天 可以透過這種辯論 把事情講清楚 可是沒有啊 越共越灰啊 反正 國眾黨 國眾黨 就反正現在我就多數嗎 我就攔壓過去嗎 但是我想這個事情 大概就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也不會有什麼意外 那就看視線嘛 那當然 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明天在場外 不要有任何衝突 因為說實在 八百狀是前科不少了 過去不管反年改也好 都有對立法委員 甚至縣市首長 用動出攻擊的這個潛力 所以不要有衝突啦 那任何人來嗆聲 這個參加輕鳥行動的朋友們 任何人來嗆聲 就請糾察隊或報警 然後手機收證 大概就是這樣子 也不要有任何衝突 最後我真的 我給原資一點勸告 你這樣子累積仇分值 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真的對你一點的幫助都沒有 之前我忘記誰給你建議說 叫你退出國民黨 就可以散開避免 我知道那個對你強人所難 但是真的給你建議啦 你兩個月不要上節目啦 真的啦 我不是在笑你 我是真的給你 兩個月不要上節目 那個罷免的仇恨值就會降低 他可以上節目 但是你明天可以跳就隨便 扭出你正義的小扭扭這樣 那沒有 那不可能 記名不要這樣 也就是說 罷免其實是一個仇恨值的累積 你不要以為罷免真的很難喔 最難的那一區羅志強 羅志強選區夠藍吧 四分之一 選民積極出來投票 他就拜拜了耶 所以 所以羅志強講啊 立宇營各地宣獎 最多可以動員四成選民 是啊 已經超過兩成五罷免門檻 沒錯啊 羅志強 他說不可以輕視喔 羅志強雖然我不太喜歡他 但是他這次腦袋是清醒的耶 對他真的怕了喔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 不要真的以為罷免很難 因為四分之一說實在 以現在這種氛圍 還有最近的民調顯示 對於國眾兩黨的 不喜歡的程度 四分之一真的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真的以為罷免 而且你知道罷免喔 罷免這件事情就是 除了選民的對你的不討厭度 不喜歡度之外呢 他還測試了什麼 你平常在黨內人員好不好 以松信來講 因為當事人在這邊 我就不舉他那一區 我就以松信來講 徐曉信今年大概三十左右 以他那一區的選民結構 只要徐曉信想連任 他沒有犯任何大錯誤 譬如說沒有被抓去關之類的 他可以一直連任下去 那請問那一區跟他差不多年紀的 想選立委的人還有機會嗎 那如果突然天上掉下來 空出一個缺了 那我是不是就有機會了 所以我跟你講 罷免很複雜啦 你不要以為說 你深藍就一定不會被罷免 所以我真的 這樣避免被罷免 最好的方法就是 降低仇恨值 而降低仇恨值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盡量少曝光 不過葉原資現在應該很揪秀 我到底該怎麼做 大家的意見都有 然後呢 這個可是 這個原資誠在節目裡講 現在不要怕了 正面對決對不對 可是真的 國民黨立委不怕嗎 我們看到了 這個清鳥行動 從昨天開始 列出了這個 41位欄尾的這個 二人排行榜 然後呢 這個中時呢 就有一篇這個報導 前天 前天韓國瑜在妖艷了 這個 被網路流傳 最可能被罷免名單裡面的 這個立委呢 大概都到了這場 這個殘會上 結果呢 這個根據中時的這個報導 這一些這個出席的委員 哇一直在跟韓國瑜吐苦水啊 說呢 這個面對親綠媒體還有側翼鋪天蓋地 炒作罷免議題 那這些立委真的壓力很大喔 有立委啊 在黨團會議的時候就說 未來政治性太高的議題 恐怕我再也不能跟你們配合了 還有資深的欄委不諱言的說 國民黨主席你看看朱立倫在幹嘛 叫韓國瑜看看 對於綠營罷免公事一波波 竟然沒有任何表態或作為 然後所以說啊 現場的黨籍立委呢 只好把委屈喔 都朝韓國瑜來抒發喔 那韓國瑜能救他們嗎 這也是很好笑喔 然後呢 還有這個藍尾說喔 這個 因為政黨的對立或攻防 害他們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結果黨中央呢 袖手旁觀啊 然後認為黨中央應該要直接對戰 民進黨才對啊 包括了吳思瑤 吳佩毅這些勝選小的人選啊 立營發動攻擊 要告訴他們 我們國民黨沒在怕的啊 我們要保證可以相互毀滅啊 不是讓我們這些立委 尤其是我們這些新科立委 因為執行黨的決策 獨自承受這些後座力啊 我怎麼覺得這的話是 我懷疑是葉遠足跟 新科立委 但是我沒有證據 之聲立委 沒有最後是新科立委 獨自承受這些壓力 現場到底是誰有這麼多的 這個委屈蠻腹的委屈 韓國瑜在現場的反應是什麼 沒有 他那個新聞其實是 跟那個吃飯是兩件事情 對兩件事情 他只是提到就是說 他那個飯局啦 那個飯局那照片 我有去嘛 那就是禮拜二的時候 那韓國瑜會分批 請不同委員會人吃飯 那天剛好輪到 教育委員會跟交通委員會 然後剛好我們這兩個委員會 裡面新科的多 所以他就提到這件事情 可是那個資深藍委 另外去跟媒體講的 就是說他認為現在 好像黨中央沒有任何的作為 然後不能夠讓新科立委呢 去獨自面對壓力 但我不要講啦 罷免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我上次已經講 我們已經是正面對決了 而且我覺得我多做什麼 少做什麼 人家就是要罷免我嘛 因為這是一個 等於是選舉的二輪啦 就有些人要利用那個 罷免門檻比較低 想要說看看有沒有辦法罷掉之後呢 再來搶這個位置 所以我做什麼我覺得 都是要面臨這一戰 但是你說罷免這個事情 對我們來講 有沒有什麼心情影響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像我你看喔 這一次那個布議案的質詢 我們國民黨有22個 對啊 其實蠻多新科立委他就不去講了 為什麼 因為也怕說去講的時候 會不會又被刷仇恨子 所以實際上這個事情是 對我對部分的委員的行為 真的是有造成一些心理的影響 那對我而言的話就是 真的很煩啊 就是我選上我就想好好做啊 其實我是很關心教育的 108課當什麼我都很關心 可是我每天就是這個 罷免兩個字好像回事不去 葉原子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仇恨子從哪裡來的 我仇恨子 外裔來的 你有沒有想過 我仇恨子就反正綠的也不喜歡我啊 不是 我跟你講你的仇恨子 你是幫翁曉玲幫吳宗憲 幫徐曉欣等人去分擔仇恨子 那你還幫他們講話 你等著被賣掉還幫你再補錢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掙扎了有沒有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因為其實我們同台那麼久 其實葉原子的 你本人的仇恨值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因為你是國民黨籍 所以你是幫翁曉玲幫吳宗憲 你等於是幫我們剛剛討論過那些 尤其是徐曉希 對那些招經的發言 你是幫他們在擔仇恨值耶 結果他們穩穩的不分區不怕被罷免 徐曉欣覺得說我那選區藍大一律 我不會被罷免 結果我們這些星哥認為 就是你們幾個 獨自承受這些壓力 對不對 你今天就動搖啦 我這邊動搖 因為我知道這個勢必一戰 所以我也有做好心情準備 但是確實是會覺得說 他們會找很多理由說要來罷免我 我有看到上次我也講了 說什麼我沒有服務 找不到人什麼事我都亂講 我選民服務真的做不錯 可以去打聽一下 是可以給大家探聽的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昨天那個青鳥 他這個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影片 他說他就喊名字嗎 警告我孟凱 警告葉元智 警告徐曉欣 警告王鴻薇 警告我什麼 你這樣對我怎麼樣 怎麼樣 不是我覺得現在只是說 立場不一樣 就像剛剛他們講說 他們是盤點了一些法案 那些法案本來就是我們 我們這些立委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就有跟民眾訴求的 比如說中天的問題 多少國民黨立委 其實有講過這個議題 就覺得說中天被關的不共不義 這個選舉的時候就有講了嗎 說是捍衛言問自由 所以選上之後 去推動這個事情 為什麼變為什麼變惡人 然後還有就是核事研議 就是核能研議 這個也是我們選舉前我們就講啊 投票給我們的人 其實大多知道說 國民黨的主張是比較主張核能的嘛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講說 因為你的立場跟我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惡人 他們今天 他們今天還講了一個東西 他說因為核能呢 是在戒嚴時代就決定的事情 所以他是不光不義的 如果這樣講的話 台積電應該要關門了 因為台積電也是那時候 那時候不是也是李國鼎 找了張總謀回來蓋的嗎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真的就是 愈加之罪何患無辭 就是說把 因為我立場跟你不一樣 然後你就來罷免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民主國家是什麼 因為我跟你的意見不一樣 但是我尊重你講話的權利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真的意見不一樣 那我們就少數福同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可是現在是 你的意見跟我不一樣 我就罷免你 讓你沒辦法講話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民主走到這樣子 其實我會覺得 這是有點難過啦 所以 然後再一個罷免的東西就是 你看喔 又請看喔 我是沒有發現 我現在常常開始要澄清很多事情 有沒有 警察確認是因為我講多少次 然後還有就是 說我的事情 所以罷免就變成說 本來我們可以來論述 講我們的理念 或者是說 講我們要做的事情 可是現在就是 被人每天都要去解釋 這個事情我沒有做 實際上怎麼樣 那些事情我沒有做 實際上怎麼樣 所以這個其實罷免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陰影是這樣 那當然 我會遇到的問題 其他的新科委員 也都會問到 所以都會遇到啦 所以大家碰到的時候 我覺得土土苦水啦 希望黨中央多多幫幫我們 我是覺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Bress還是問你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都在講說 許小溪你說他不怕嗎 好像真的也是會怕喔 可是大家都漏掉這個人 羅志強欸 羅志強怎麼開始突然怕起來了 我覺得羅志強他絕對有 非常的戒慎恐怖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這個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來看這個 最近常開YT頻道 這個走內排行榜裡面 其實羅志強有排名到前30 他之前其實沒什麼在 已經沒有什麼在經營直播了 不過他最近這個羅志強的頻道 他又開始很認真 我認為他 他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 他要跟中間選民趕快去做溝通 這個是羅志強他採取的方式 因為他 他那個選區他怕會被罷免嗎 因為他們選區有一個最強的 現在 阿苗 最強的戰將 阿苗 苗柏亞 對耶 難怪會怕 對啊 而且更麻煩如果大罷免時代 故意挑一個羅志強對上苗柏亞 哇 光羅志強要跟苗柏亞這樣子 就很困難了啦 所以他一定會怕 他戒慎恐懼 我覺得是對 是真的 而且阿苗不是才剛剛台灣斗內第一名 對 連直播羅志強都輸了 所以在5月的時候就是 應該說之前我們一直在想 這個斗內排行榜一直以來都是誰在前面 黃國昌阿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什麼 朱學恆阿 或者是其他比較屬於泛藍的頻道 那這一次在5月份 就是上個月阿 統計起來是苗柏亞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四叉貓 貓貓 對 接下來是館長 再來才是我們熟悉的朱學恆跟民眾之聲 那另外民進黨也有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叫做家開零食會 就是沈柏陽跟這個黃傑和吳佩毅 對 然後他們就在玩這個CP組合 所以在網路上都討論得沸沸揚揚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在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的溝通上 其實我認為民進黨跟所謂在2024選舉的上面 是進步的非常多 不然以前真的都是泛藍的 而現在我看到的羅志強 他現在也開始在開直播了 因為他停滯了一陣子 他現在也更努力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會很害怕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其實很多人是害怕擔心的 那確實有國民黨的某位也是老的資深的立委 自己也是當幹部的 不方便講 他也是跟別人抱怨 說朱立倫都沒有動員 然後朱立倫都放著大家 然後自己想辦法 之前他就已經講了 所以他這次很努力積極的動員 還叫爸爸媽媽站出來 支持國會改革拿招 對 所以我認為是 我認為就是說最擔心的會是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因為有人強調 說你看韓國瑜他採取的是這種 忍選戰的處理方式 結果被罷掉 那像這個也有一些人也都採取忍的方式 結果被罷掉 可是有人拿黃捷當一個案例 他說黃捷這個罷免的時候 直接反罷免票直接碾壓過這個罷免 所以黃捷就沒事就過關 林長佐也一樣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黃捷跟林長佐 他們兩個 不只我們不要講 除了政黨票之外 他們中間選民跟年輕人的 表態的態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要講就是 國民黨為什麼危險 危險的地方你要知道 你的基層選民如果也是冷冷的 什麼叫冷冷的大家要很清楚 就是其實國民黨的基層選民 對於選舉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吹票很難吹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如果是自己 要被罷的這些人 還以為說我要吹這個反對票可以吹得出來 我告訴你很難動的 OK 那另外你要知道這個現在 七鳥行動公佈了一個新的二人排行榜 我這樣仔細一看 要恭喜業員資沒有在上面 那這個主要是什麼 那是說提了16個 跟民主倒退法案有關的 那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名單 其實我來講有沒有一些重疊性 也就是說罷免聲量 跟這16個名單重疊的人有哪一些呢 第一個劉許廷 第二個廖偉翔 第三個羅廷偉 第四個張志倫 第五個黃建豪 第六個圖全集 但是你知道這六個人 同時發生了什麼事 消失了 同時消失了 他們明明在 這個應該說他們明明在立院的表現 相當的積極嘛 都配合這些老立委來做提案嘛 其實我跟你講他們都怕了都說了 你看這幾個我剛剛講的喔 如果我們拿這個16這個 我們來講這個二人排行榜的名單 跟這所謂現在要罷免聲量高的名單 來比對起來的這幾個人 現在都已經不敢再說話了 因為他們剛開始可能新科立委 以為自己積極表現就可以獲得大家掌聲啊 哇你好棒 結果沒想到都是反效果 所以你問我國民黨擔不擔心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擔心 不過躲起來有用嗎 終有一天要露臉的 明天就得露臉了啊 但是呢當然大家也非常關注喔 不要忘了喔 明天民眾黨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柯文哲這兩天呢 哇拼命的這個發言喔 這個想要這個搶佔媒體的這個聲量喔 但看起來柯文哲的態度很明確 他是這個力挺這個 國會的這個擴權法案的喔 那今天這個大家都在看 這個白銀的八名立委 到底黃國尚能不能Hold住 會不會有人跑票呢 就要提到學尾囉 其實啊我先公佈一下那個 台灣民意基金會有一個民調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喔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裡面喔 其實啊總統復立法院 國情報告並被質詢這個喔 有49%是贊成的喔 42%不贊成 藐視國會這一點的 不得反質詢拒打或拒絕提供資料 藐視國會的行為等等的話 你知道多少人贊成 48是贊成的呢 43不贊成呢 好強化立院的人事同意權的話 54贊成34不贊成喔 調查權的部分呢 就是官員官署 有關係的社會人士有沒有 要可以你如果拒答相關 或拒絕提供任何資料 拖延隱密喔 可以罰1萬以上 或者是10萬元以下罰還的喔 這個多少人 49贊成 41不贊成 那如果立法院聽證權呢 就出席聽證會啊 做虛偽陳述的話 罰2萬以上 20萬以下的這個喔 多少人贊成 六成贊成喔 喔 不贊成的呢 32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看為什麼柯文哲 他就秀到了這個 這個契機嘛 對對 這個人說真的 在這個立法院的那個 改革法案的這個部分的話 現在目前為止的風向 是往在野的方向去傾斜的 所以柯文哲批到了嘛 前幾天柯文哲才一直講說 欸我接下來下一個戰場有沒有 藍綠對決戰場是在採採採採吧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就講說 欸要叫民進黨來支持我的那個法案 對不對 他覺得我不贊成國民黨的喔 欸難得耶 從今年2月1號立法委員就職以來 來的話 欸民眾黨什麼時候 曾經跟國民黨拒絕過 對不對 這一次很明確的拒絕國民黨嘛 所以你看 柯文哲是不是一樣 他一下子要懶一下子要綠 我就跟你講 柯文哲跟民眾黨最為人詬病的地方 就告訴你說立場搖搖擺擺 一直沒有自己的自主性 跟自己的那個政策政策性嘛 所以你看接下來當然啊 所以他今天講這些事情 我真的不會覺得奇怪啦 奇怪啦 柯文哲今天齁 初一十五跟月亮一樣齁 初一十五絕對不一樣啦 對不對 好你看他現在黃國昌又出來叫囂啦 對不對 你只要站在藍的這一邊 就是黃國昌出來 對不對 站在綠的那一邊 就是黃珊珊出來 這個很明顯喔 兩顆太陽是藍綠不一樣喔 現在看誰能夠幫民眾黨得利 誰就比較紅色嘛對不對 那目前看起來是黃國昌是戰上風啦 你看他說政院來散播假訊息提出複議 對不對 二十一指八名民眾黨的立委 一次投下反對票 黃國昌已經預告了 明天團進團出 對嘛那柯文哲之前講的說 你不用團進團出喔 那個等於廢話 對不對 真的到底聽誰的 黃國昌說的就對了 因為為什麼在這一局裡面 我剛才講的那個民意調查的結果有沒有 他覺得說這一局我挺國民黨會得利 所以他們都經過一些盤算 那作為行雖然講說白八席 可能有女立委會是破口啦 他講的應該就是陳昭之啦 對不對 陳昭之之前講說我不想要鐵啊 對不對 黃珊珊不會是破口嗎 黃珊珊有可能是破口 可是黃珊珊到目前為止 應該不會跟黃國昌對抗 兩顆太陽如果這個時候就對抗起來的話 說清楚 接下來的一年多的立法院裡面 民眾黨就分崩離析 好那接下來柯文哲你看 又開始講了他又開始罵了 你看 之前不是希望說彩化法說 民進黨來支持我們的版本嗎 能夠跟合作嗎 之前不是一直撒嬌說 賴清德做總統之後都沒來找我 對不對 好那現在又開始你看 哇罵民進黨罵得很大聲喔 他說民進黨不要每天做假新聞 把年紀人配到青島 說你賴清德只想說新潮流的總統 不像是民進黨的 連做民進黨的總統都不像 對不對 好那你說這一陣子 你看流失了一百六十萬票 對不對 這陣子民眾黨的民調調 我很清楚 他說他清楚耶 對要磨合對不對 磨合什麼 這些喬草跟著你走過2024的總統大選 你到現在還要磨合 你是在磨合什麼磨合 毛鳴骨也沒那麼久了對不對 現在你會什麼 這叫做什麼 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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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才流失一百六十萬票 所以不用再磨合了 縮鋼之後就沒有馬力了 好 那你看 欸很巧喔 朱立倫喔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講說 賴清德就任總統一年 看起來好像燒八十萬票 對啊一個月 好像燒八十萬票一樣 只想盜賺在那一檔 欸 他的說法跟柯文哲又不謀而合了喔 對喔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 兩個人 口徑一致喔 對 國眾兩黨真的又在一起了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啊 這個畫面喔 這個 這是周軒他的臉書啦 他竟然講說 欸 他說之前喔 這一次 這一次喔 就清了活動這一次有沒有 到現場的可以歸類為智障中的智障 喔 而且他說 沒有他是截這個圖 民眾黨克文哲這個 群組的圖 居然有人這樣講欸 對啊 我就覺得說欸 你看 這個是不是很誇張 這就是一種精英的傲慢嘛 對不對 你跟這個問題是 你要給年輕人的票 你又一方面 又在罵這些年輕人 我之前就講過說 清了行動的話 我給他很高的評價嘛 對不對 至少第一波這個時候 十萬人的話 很多 我說真的沒有政黨動員 對啊 所以那一次的話 欸 接下來你說你要把這些年輕人 拉到你的那個陣營裡面 那你要用這種事情的話 對他傷害性多大 真的 對不對 好啦那就是告訴你說 你看 再次證明說柯文哲 欸 人前說一套 人後又是一套 所以這種真的是柯文哲 我說真的 你真的是有百分 對不對 好啦那你現在又在 開始講這些東西的話 你 可是我跟他講說 你看之前喔 他跟這個照片有沒有 很明顯 就是柯文哲跟黃珊珊 在討論事情嘛 對不對 人家就開始要質疑啦 國聰老師人 對不對 才話法的時候 他是直接到黃珊珊辦公室 跟他討論對不對 對啊 而且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黃國昌人也沒有來啊 對不對 所以他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真相 柯文哲告訴你說 哪裡對我有政治紅利的話 我就傾向於哪一邊去 可是說實在話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民進黨目前為止 跟你柯文哲是 殘不高水不流 所以我說實在話 柯文哲會不會在這一局裡面 又要得利的話 我說實在是不可能 所以很明顯 在這個時候 明天的那個什麼 副議案裡面的投票的話 民眾黨 我是猜啦 一定又是團進團出 因為說實在 他疊民進黨 要討不到任何好處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上一段有提到說 韓國瑜不是宴請這些 國民黨籍的立委 對 他就跟他吐苦水幹什麼 我說實在 我前幾天就講過 朱立倫不要再裝死 對 柯文哲會不會在這一局裡面 又要得利的話 我說實在 是不可能 所以很明顯 在這個時候 明天的那個什麼 副議案裡面的投票的話 民眾黨 我是猜啦 一定又是團進團出 因為說真的 他疊民進黨 要討不到任何好處 對不對 好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上一段有提到說 韓國瑜不是宴請這些 國民黨籍的立委 對 他就跟他吐苦水幹什麼 我說實在 我前幾天就講過 朱立倫不要再裝死 你現在在這個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 你朱立倫還神隱還躲起來 他很習慣神隱 他今天有跳出來了 今天有跳出來了 他今天叫爸爸媽媽要支持國會改革 我前幾天在節目裡面 講得很清楚 我說那個什麼 葉延芝 你應該去跟朱立倫講 你走到哪裡 應該叫朱立倫 帶著你牽著你的手 對不對 我們國民黨挺葉延制 一個都不能少 我都覺得說 許小星還更像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對不對 你朱立倫說真的 現在已經不得不起來反抗了 對抗 之前剛才林晃就講到說 之前國民黨應該要兩處理 不要拉高仇恩值 現在說真的 國民黨現在已經不得不硬起來了 說真的 大家立委已經改做到這個氛圍了 對不對 你今天還怕軟軟的話 你絕對用推下去 對不對 對不對 硬起來 不一定會輸 軟下去 一定死 所以你說要不要硬起來 硬起來啊 對不對 有被逼到啦 知道怕就好 所以去找韓國瑜的時候 至少他可以號召韓粉跟深藍的 推過去了 現在要人力對決的時候 說實在 罷免的投票率通常不會太高 我今天如果鼓勵一些 所以主理人為什麼講說 那個婆婆媽媽的有沒有 爸爸媽媽的可以出來對不對 因為這些如果能夠動員出來投票的話 反對票就不會過 同意罷免票就不會過了 所以他們立委當然會想一些方式 可是我想知道 為什麼最近國民黨的立委 很多青科立委 他們要回到選區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是要顧本 我自己的選區 我只要在這個選區裡面 讓仇恨值燒不起來的話 罷免就不會立案 所以你才會想說很多青科立委 為什麼最近怎樣 我告訴你 他在立法院裡面 還是要露臉 不露臉 誰知道你是立法委員對不對 所以明天的投票 他們還是會記名投票 還會去投票 可是投完票之後 我看他們應該會 趕快回到選區裡面 為什麼選區固本 才是這些立法委員 不被罷免的最主要的方法 不過還是得問一下 因為已經罵到了 我們在座的Grace 來 民眾黨柯文哲的這個群組裡面 講說 上一次去現場的 可以歸類為自立障礙 這一次去現場的 就可以歸類為自立障礙中的 自立障礙 那你怎麼看 就是說民眾黨 現在內部的氛圍 竟然是這樣嗎 而且周韋 雖然講說 他認為明天不是沒有機會 白銀的巴西裡面 可能有女立委會是破口跑票 可是柯文哲的態度很明確 對啊 他已經講了啊 最近幾年真正傷害人民的 是行政權 不是立法權 然後還說國會改革法案 只是 這要保護人民 不受濫權的侵害 而且到今天還在講 花東三法他支持國道 東延到這個花蓮 他覺得很有創意耶 所以如果黨主席的態度 是這樣的話 明天 你不要講 就算黃珊珊好了 黃珊珊跟黃國昌不同掛好了 會跑票嗎 我認為是這樣子啊 明天到底會不會 這個小藍巴中出了綠 這件事情 這種 我覺得不是重點 你講話還有學問 因為 他必須要有六票 才會翻過去嘛 但是依照這個民眾黨來講 如果他們 只是一兩三張在那邊 游移 這個表現的話 那只是在做政治炒作啊 那做政治炒作有什麼好吵的 有可能的人選就是 黃珊珊或陳昭芝嘛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那我就問 如果他們兩個 明天游移不定 然後呢 故意要嘛是 這個溝不同意 要嘛如果是這個廢票 我其實都覺得 沒有用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民調已經崩了 那如果在這一招 他頂多 他真的就會 惹火國民黨的基層啊 我說你柯文哲敢不敢玩 我就覺得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事情要觀察 黃國昌我衝歌 我這個衝粉啊 你講他衝歌精神都來了 我們黃國昌啊 去上這個節目專訪的時候 主持人就問他嘛 他說關於這個藍白盒 有沒有民調之類的 黃國昌回答什麼你知道嗎 不用 不用 他說 只要柯文哲 說叫我不要參選 我就不選了 是假的 對啊 那主持人問他說 所以這個關鍵的鑰匙 是在柯文哲什麼 他說對 所以你看黃國昌已經心 我覺得他的已經了然了啦 喔 對啊他一定能感受到嘛 你現在柯文哲跟黃珊珊演這一齣 對不對 那我為了新北拼成這樣 喔 對啊那你 我到底我是為了民眾黨要去拼新北 所以我才一直拉著國民黨想合作嘛 結果你柯文哲現在 現在要跟黃珊珊在玩什麼 喔 所以這個感覺就很像什麼 你明明都跟國民黨結婚了 結果你還想要私下 跟民進黨手牽手 對不對 你拿彩劃法 偷偷想要跟他手牽手 又再想要拿花東這個三法 跟國民黨繼續在一起 我覺得這種男人這就是渣嘛 那所以為什麼民調起不來 有人說啦 這160萬票很重要嗎 欸 其實160萬張票對於藍跟綠來講 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在民眾黨160萬張票 形同掉了三席到四席的不分區耶 有時候這樣會不會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影響非常大啊 另外我覺得齁 這柯文哲也講了一個啦 他說什麼你知道 他一直在想辦法解套啦 他說 救國團並不等於黨產 他認為是這樣 這個認為不就跟我們普遍大眾的邏輯 就有反差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嘛 現在 智障中的智障 到底是誰 腦袋有問題人到底是誰 我跟你講 柯文哲講話現在大家都聽不懂了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如果我掉160萬票 那是因為我還在跟小草磨合喔 對啊 然後想要辦這個想要拉回小草 又要辦什麼青年營三天兩夜 然後裡面的文宣 TOP1 黃國昌 TOP2 陳志涵 這兩個有什麼特色 一個就是 在這個新北市可以拿到18到19歲 0%的嘛 第二個陳志涵是什麼特色 就是促成藍白不合 然後柯文哲假民調掉褲子的女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這個所謂柯文哲支持者 還在想要去檢討別人智商的問題 或者是柯文哲還講這個沈柏洋 他前陣子發言嘛 他說他認為沈柏洋是智商還是精神不正常 我跟你講 應該要檢查的是柯文哲啊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現況來講 你會發現喔 柯文哲他現在 開始又開始播也拍影片 然後開始做很多議題的評論嘛 你有沒有發現 我跟你講啦 柯文哲你有種 你就到政論節目來 對 你有種就來上嘛 你有種就跟葉原資一樣嘛 對不對 不要整天都只會講什麼 你們講這些都是綠媒 只是為了想要讓這個大家去成為清鳥 綠媒都是假的 拜託你老實面對你的民調 更重要的是今天有一個叫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出來 這個民進黨48.1嘛 支持度啦 那國民黨是18.9 民眾黨14.9 這三個數字 我認為民眾民進黨看起來是蠻高的 但是國民黨跟民眾黨都維持在20%以下 更恐怖的是 國民黨再加上民眾黨是有33.8% 輸 居然輸執政黨15%嘛 所以我就認為嘛 如果大家要看民調 我請問一下藍白嘛 你們那個什麼叫做什麼八成民意 七成民意 六成民意 包括你是不是還想要秤綠的票 我覺得都沒有用 不過就當然要問冠澤 因為柯文哲說 你們這些會去現場這個清鳥 是被民進黨的假新聞騙到青島東路去的 而且在民眾黨 柯文哲的這個群組裡面 還講說呢 上一次會去現場的這些七鳥的人 是這個智力障礙 然後這一次去現場的呢 就是歸類為智力障礙中的智力障礙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當然用這種稱呼來批評 我們認為是不可取 那我們也要很務實科學理性的 來談民眾黨的兩件事情 首先第一個是在近期公佈的各家民調當中 都可以看到民眾黨的支持度是很明顯的下降了 那有不支持任何政黨的民眾是上升了 那很明顯的過去在這段時間 本來曾經支持過民眾黨的選民是流失了 那很多的本來對第三世紀有所期待 投給民眾黨柯文哲的選民 在現在這一波過程當中 看到他們成為賦水組織 當然有所不滿嘛 那第二點是 我們自己在現場這個集會的活動 在上一次節目當中也有提到 很多的民眾自發性的登記來上台發言喔 那他們發言內容就是說 他們本來是小草 那但是看了這幾個月的議場的發生的事情 發現民眾黨第三世紀的精神沒了 那竟然是變成公民黨的賦水組織 所以民眾黨是不滿說 你們現在現場太多回頭草了是不是 現場真的有公民這個支持者 他們就自己設了小草回頭專區 那不是我們公民團體去設的 是民眾自己設發 設起了小草回頭專區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支持者現在應該要去 去好好的務實科學理線來思考說 為什麼過去跟他們 站在同一陣線的支持者 今天會到立院來集結 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應該好好的傾聽 才可以來拯救他們不斷下降的民意 可是這個柯文哲有講 你們是被民進黨的這個假新聞騙去的 而且他還特別提到說 其實這一段這個期間 民進黨在這個立法院是少數 卻把自己當成過半在操作 然後是民進黨不溝通協調法案 所以你們都搞錯了嗎 其實我覺得聽到柯主席這樣講話是很失望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他獲得很多年輕人支持度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年輕人有獨立思考思辨的能力 不會只支持特定的政黨 不會因為特定政黨就一昧的永遠的支持 所以年輕人應該是有判斷能力的 那我們現場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自發性的集結 在討論為什麼我們講這是國會濫權 我們看的也不是民進黨的圖卡 我們看的是法律學者所提出來的專家建議 我們看的是公民團體所提出來 對於這個濫權法案的質疑 所以柯主席他把或者是國民黨的人 他們不斷地把這場行動塑造神勢藍綠 擺得對決正常對決 我覺得這完全搞錯了方向 所以柯主席他把或者是國民黨的人 他們不斷地把這場行動塑造神勢藍綠 擺得對決正常對決 我覺得這完全搞錯了方向 可是柯主席是說年輕人被騙了 但朱主席是說要呼籲爸媽站出來支持國會改革 其實我們這幾天在現場白天 我想因為還有學生白天還在上課 其實白天來的比較多 確實看到是長輩 那長輩來他們站出來說他們希望 最後還有就是可以幫年輕人撐起這個國家 所以他們白天因為年輕人沒辦法到場 所以他們出來排班聲援 所以這跟朱主席說長輩就會支持國民黨 我想這個也是有所衝突的 沒看到那麼多爸爸媽媽其實也在七鳥的現場 阿公媽媽也在我們立法院的現場 對爸爸媽媽的爸爸媽媽也在現場對不對 來年況怎麼看了 這個明天當然有人在想說民眾黨的巴西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有人跑票 可是柯文哲蠻妙的 除了這個民眾黨柯文哲的這個群組裡面 竟然會有這麼離譜的這個言論 可見得在民眾黨內部是怎麼看待這次的這個輕鳥運動 那柯文哲說我的這個支持者會掉 是因為我還在磨合 難道說是這種理念的磨合嗎 那另外呢對於這個國會改革這件事情 看起來柯文哲的態度我明確就是挺國民黨了 他甚至連花東三法 對啦他講說不應該綁在一起 他支持國道六號延伸花蓮 那不就等於有點贊成什麼傅寬起的嗎 他還覺得很有創意呢 你怎麼看啊 柯文哲會講這話 又是為他最近他們政黨的支持度 大幅下滑在找理由嘛 他不斷的在找理由解釋自己的無能跟愚蠢嘛 所以他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其實是道理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現在找不到方向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民眾黨當時在呼喚政黨票的時候說 你把國家還給人民 結果現在國家有沒有還給人民 沒有黨產快要還給國民黨了 這是真的 對不對 那你有把國家還給人民嗎 那柯文哲說 我要做一個不藍不綠的第三勢力 請問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眾黨有當不藍不綠的第三勢力嗎 沒有啊 就小藍啊 就小藍啊 你如果當正藍我還尊敬你 對不對 連正藍都沒有 就小藍 就變成小藍而已 不藍不綠啊 不藍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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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國民黨這張是在摔民眾黨 不藍不綠 不綠 原來不綠中間一個I 就是佔了柯文哲一個人 現在柯文哲要解決的是 就是說在明天復議結束之後 民眾黨能不能夠停損 然後接下來真的變成走自己的路 但是我覺得你看學會都沒有可能 對 只有一個可能 東諸實況有可能 好另外來看到的是呢 中國包括他的這個內需還有消費不足 可是呢大家看不懂的是 都已經這樣了 還要這個擴大生產 這是什麼狀況 再加上呢 美國現在呢 又要出重手去打壓中國製的這個晶片 但是其實台場早就已經打趴一大堆的中國企業了 站對邊很重要 很多人說美中會不會開戰 各位早就開戰了 貨幣有沒有開戰 已經開戰了 晶片有沒有開戰 也開戰了 南海目前在開戰的一個邊緣 經濟早就已經打成一團了 我們先來看喔 美國商務部長 商務部次長 這個叫做艾斯特維茲 他最近就去出訪日本跟荷蘭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他現在要敦促 包括了荷蘭的艾斯摩爾 跟日本的東京威力科創 全世界的晶片沒有這兩家公司 一片都做不出來 他們剛好掌握了那個最關鍵的一個原件 這個最關鍵的一個原件呢 目前呢他就要抑制 中國AI高階記憶體晶片的一個製造能力 那簡單的來跟各位說一件事情喔 現在的記憶體的一個晶片一直往上走 現在已經走到10奈米了 那未來需要HBM就是高頻寬的記憶體 現在有一代二代三代跟第四代 越往後面他抓取的一個速度越快 可是呢現在的機台呢 回答他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回答現在他的做法就是 過去我們在辛苦的時候 其實黃仁勳他說 我過去投資一百億不成功的時候 全世界沒有任何人來稱讚我耶 那我現在成為了世界之王之後 現在是我們的機台全世界五百萬組最厲害的 使用網路跟晶片的人他們認為我們家的機台好用 所以搶成一團嘛 那這當中有幾個關鍵的實踐點 為什麼呢 回答他把門檻拉高 門檻拉高之後 現在記憶體的門檻也拉高 記憶體的門檻拉高完之後 現在美光能做 海力士能做 連三星都過不去 所以未來這場戲呢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再來看喔 拜登政府他就重申喔 我們還是要擴大圍堵中國製造的一個晶片 你只要拿我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補助金的一個企業 你通通不准在美國使用所謂的紅鏈設備 簡單的說 中國做的機台你一台都不能用 現在這麼做 那現在中國就恐怖 恐怖是什麼呢 我跟各位說過 中國會不會贏 他不太會贏 可是中國他還要玩 為什麼呢 他要讓你很難過 現在電動車大家都知道了嘛 電動車這場戲 三年前我們跟各位說 好多人說 真的會生產過度嗎 那現在是不是生產過度 但最近呢 美銀出了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呢 先跟各位說 這一則報告出來呢 這把劍太鋒利了 其實美國三大車廠也撐不太得住 簡單跟各位說 現在他們就說 中國的競爭真的太激烈了啦 所以建議美國的三大車廠 包括了福特通用跟史太蘭提斯 趕快退出中國 才能夠保全資本 沒錯 那現在跑得掉嗎 我先跟各位說 那現在跑得掉嗎 為什麼跑不掉 我現在跟各位說 為什麼跑不掉 現在全世界有很多那種核心 我們談一件事情 現在全世界過去那個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在抗生素九成 控在中國人手中 那中國現在他們就是說 我打一個戰爭 這個戰爭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樣本 例如說發動機 我就把它降得非常非常低 那我降得很低的時候 尤其我跟你說 你本來可以選擇日本貨 選擇美國貨跟選擇中國貨 可是你回頭一看 怎麼日本貨比較貴 怎麼美國貨也很貴 所以你就開始買中國貨 那買啊買了買到最後 你跑得掉嗎 依賴 各位這個叫依賴 所以現在呢 這場遊戲要怎麼玩呢 我們就繼續再看下去 但中國呢 他們就現在嘛 好我這個該補貼的 我就補貼這個 我該給的都給 可是呢我們中醫講一件事情嘛 我們說要什麼呢 我們說要培圓 我要把元氣培養起來 我要氧氣 我的整個氣血循環要好 人才健康對不對 但中國呢 太多的資源放在特定的資源上面 例如說解放軍的資源給的太多 電動車的資源給的太多 太陽能的資源給的太多 可是忘記了 當他們整個國家民主不政治的時候 做的外資一看 我要廠去你們中國大陸設廠 設廠完之後 我的技術給你們的 你們還把我的人抓走 你說日本人氣不氣 再來 太陽能板是一個問題啊 目前中國的太陽能板的一個生產 超過全球需求的兩倍 也就是說每年我做這麼多太陽能板 只能用五十趴 那剩下的五十趴呢 明年再用 那我問各位明年要不要再繼續做 所以現在價格崩退嘛 重創股價嘛 至少五十趴需要做整個所謂的倒閉啊 可是呢 習近平一句 薪質生產力 鋼鐵已經遭受到挫折了 太陽能遭受到挫折了 電動車遭受到挫折了 我就問各位 習近平的薪質生產力 到底是是福是禍嗎 回到剛才開頭跟各位說的 我們說這場戰爭已經開始了 而臺灣是不是站隊 我們臺灣只能夠站隊 可是只能夠站隊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過去很多事情 就像黃仁勳說的嘛 我二零零六年開始做AI的時候 我辛苦辛苦了五年 投資了一百億美金 沒有人理我啊 後面各位 誰理的黃仁勳 我們臺灣嘛 我們臺灣就說 也對呢 一直做蘋果的一個訂單 可是蘋果的訂單很難做啊 他連你賺多少錢 你的螺絲多少錢 都幫你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很多公司後面說 好沒關係 這場戰我們參與了 參與的過程當中 請跟各位說喔 現在在檯面上很多贏的公司 那個是他們活下來 好多人做到一半 天啊這麼難跑掉啊 我們在這邊 這個是公共媒體 我們不能夠講那麼細啊 那很多老闆 算到一半 那老闆就像 去港做行李啊 你知道臺灣的老闆 被問什麼 你知道嗎 臺灣好多做水冷的老闆 去到國外的一個 所謂的場合 人家問你這個遊戲這麼大 你現金夠不夠 你這個不是五百萬一千萬人做的 這是幾百億的生意 臺灣的老闆出去被問喔 你身上現金夠不夠 所以好 全球的這一波的AI的革命當中 我們發現美國的輝達 微軟跟蘋果 全帳上三兆美金的一個高點 臺積電現在已經衝到全世界第八了 開始往一兆美金來做前進 我一直跟各位說嘛 台積電那個大菜在明年嘛 台積電的大菜是 明年它要做什麼呢 有史以來第一次 一家公司要做三兆的一個台幣 單單獲利要獲利一兆的台幣嘛 好 那台積電現在成為世界的一個盤石 可是呢 現在中國的騰訊跟拼多多 跟阿里巴巴加起來都輸台積喔 過去騰訊在最輝煌的時候 騰訊還贏台積 比台積大快了 各位就知道台積現在多麼的強大 紅海打敗了美團 連巴哥打敗了網易 廣達打敗了一個百度 所以呢我們在更多的說 很多人都說要不要站隊 各位現在其實 真正的戰爭沒看到 但科技的戰爭 經濟的戰爭 貨幣的一個戰爭 早就有開打 而我們這次台灣股市創新高 大家有沒有變有錢 你自己薪資肚明 那當然我們不說全部的人都好 但台灣站隊的一個結果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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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